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佩博公民新聞報 位在桃園市的風潮社區復健中心 以生活訓練取代醫療 讓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可以在團體生活中互相幫助 也讓他們在社會中 找到一個有用的位置 位在桃園的風潮社區復健中心 有別於其他受容精湛者的機構 他們不將精湛者視為病患 而是以社員稱呼 從日常生活著手 輔導社員與社會接軌 局面風潮其實我們那時候想的 當然就風嘛 蜜蜂的橋 那時候如果你就字面上的意思的話 就是風其實就是一種勞動的象徵 就是想說大家都知道嘛 蜜蜂就是請坐公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其實想要取的是一個 工作勞動的一個角色 對 然後就覺得其實蜜蜂 聽說蜜蜂好像在它的那個 整個蜂巢的世界裡面 它一定會找到自己的位置 對 所以這是我們覺得 A4這個印象帶一點 那蜜蜂就是假 所以這裡也希望讓大家其實有一種歸屬的感受 社員蜜蜂茲英先前被診斷出罹患思覺失調症 時常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中 而在蜂巢的生活讓他學習為自己負責 甚至現在還能替所有的社員料理午餐 大概八到十四個人的補餐費量 只可以讓我們決定做亂業的感覺 要讓別人覺得可以享受到吃的東西 是處理別人的一種義務跟勞動態度 除了輔導生活技能 蜂巢也設立了夯地瓜灘和二手市集 由社員們負責打理 從中累積與人相處的經驗 蜂巢社區期待能給社員們家的感覺 讓社員們從蜂巢出發 重新回歸社會 推展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的觀光 嘉義縣梅山鄉的太平村 未來將有一座可以居高零下 眺望嘉南平原的太平雲梯吊橋 目前工程正加緊趕工 預計年底可以完成 但是當地的居民憂心 未來遊客湧路 交通問題可得事先規劃因應 從梅山沿162甲線即可進入俗稱 三十六灣的太平公路 沿線景觀特殊 海拔也一路攀升到千餘公尺 這裡也是太平雲梯的施工基地 太平雲梯的工程特色是 吊橋單跨的長度達到兩百八十一公尺 是近年來國內最長的吊橋 目前進度六成預計年底完工啟用 要地方建設上來講真的算不錯很好 可是變成說我們在一些管制上面 我們希望有關單位可以做一些 比較好的人員控管或是車輛京出這樣子 因為畢竟這邊的話是我們以嘉義這邊 算梅山這邊這一條公路算是蠻多車友在走的 那如果變成像阿里山公路這樣子的話 會比較可惜 太平雲梯的啟用可以預期將為地方帶來相當的觀光產值 但是居民也擔心以162甲線的道路寬度 恐將難以負荷龐大的交通流量 主管機關如何提早規劃因應 將考驗政策的執行